你好,我是老秦,人这一辈子通常都不会一帆风顺 秦国的国君秦宪公迎师席,这一辈子就不太顺 论初审,正经的王二代,可惜十岁的时候呢,他爹死了 家产又被他大爷抢了 可怜的迎师席在敌国卫国一躲就是二十九年 硬生生的熬死了他大爷两代人 直到家产交到了他年仅两岁的表弟迎娼首领时 迎师席的机会终于来了 联合在家里的内应庶长改 夺回了已经被败的差不多的家产 重当国君的秦宪公奋发图强 努力的攒了十八年前 转头呢,向收留了他二十九年的魏国开刀了 六年打了三次 而这第三次战争也是秦宪公人生中的最后一战 公元前三百六十二日 秦宪公亲帅不齐二十余万 大举进攻河西要塞少两亿 魏国则以丞相公书所为土帅 举重兵二十余万 凌机秦军 一场决定天下格局 更决定秦魏两国命运的生死大战 骤然爆发 首先登场呢 是秦军齐军方阵 年余六旬的秦宪公一声令下 秦军齐兵奋力的象征 魏国的铁甲方阵发起了冲击 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不断有人落马 可秦军无一人后退 终于用血肉之躯冲散了魏军的铁甲方阵 与魏军绞杀在了一起 另一边是秦军的步兵方阵 一群身穿各色不衣 面无菜色的农夫 拿着简陋的武器 义无反顾的冲向了魏武族的阵营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这其中甚至还有十多岁的孩子 看来秦军为了这次战争 真是下了血本 他们就像一群恶极乐的狼 哪怕身负重伤 也要和魏军换命 秦帝苦憾 但亲人无畏 一天的战事已经结束 战场上尸横遍业 今日轮到魏国心来打扫战场 这时一个白衣青年出现了 他在战场上来回奔波 还不时的告慰 牺牲士兵的亡魂 要拿按十字架 估计就能当牧师了 他从士兵身上拔下剑 仔细的研究一番 研究完后 在竹简上写下 亲人食草 亲人可畏 八个大字 直到听完他和他老师 魏国统帅公输挫的对话 我们才知道 这位白衣牧师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商鞅 当然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现在呢 他还是一个叫做 魏央的忠树子 魏央感慨地告诉老师 救救烈士天地难民 是啊 面对当世最为精锐的 魏国铁甲军 前人竟在缺一少时的情况下 和魏国达到 近乎一比一的战损比 简直是个miracle 而公输挫呢 还以为弟子 在给自家军队打call 你说的对 我也觉得咱们打得贼猛 老师 我说的是对面呀 对面 公输挫头上 冒出了一小堆问号 我辩查秦军师 致命上都在前选 他们面对天下 最精良的铁甲方阵 强攻剑 眼皮却眨也不眨的 千副后继 死不回首 魏军作战 不是秦军 是秦国 秦人 公输挫无语了 憋了半天 说了句 小魏啊 你想在咱这边混 说话得注意了 魏央刚夸了秦军两句 就直接被老师 给黄牌警告 还未等小魏同学表忠心呢 就听到 幕府内号声响起 原来啊 是每日例会时间到了 魏国统帅 公输挫首先发言 那个 今天弟兄们 打得不赖 但是呢 距离咱们的目标 还有一定差距 大家说说 咱们怎样 才能实现 下一阶段的目标 用什么方法 能够击败 并消灭秦国呢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啊 咱们把秦国灭了 这几年不都是 一只秦国在挑衅吗 老将军 满心期待下属献策 不料 老将龙骨 直接甩出一句 把事我说老将军 打仗 你是真的猜 要向秦国被打败 还得战神旁娟来 你说这货 是不是缺心眼 这种事想想就好了 不知道这犯上司的大忌吗 换作一般人呀 不给你判个扰乱军心 都对不起你这份耿直 公输错呢 确实不一般 直接呢 没理这二货 真不愧是能做到成像的人 老将军正在尴尬的想 咋把话圆回去 一声 打断了老汉的思路 人在倒霉的时候啊 喝凉水都塞牙 就在老将军郁闷的时候 军事来报 援兵主将公子昂来了 这时候大家都纳闷的 刚打了一天 又没有人求援 这来了援兵是什么鬼 还没等大家回过神 公子昂的声音传进门 出战不胜就是败 无灭秦国就是败 公子昂一出场呀 就把满场的人喷了个遍 一刷刷你们 都打了一天了 都没把秦军打败 就这素质 咋灭秦国 秦国都灭不了 你说你们有啥用 还不如回家抱孩子去 恕我直言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大家一听 直接就怒了 要不是老将军按着 估计就要群殴拱脏了 他妈屁 抢功就抢功 还非要踩我们一脚 要不是看待你哥是大老板 早揍你压的了 拱书错一看呢 直接甩出一句 有看又up 都看都逼逼 哪知道呀 这位魏国出了名的草包公子 竟然提出 要亲自统帅 魏武族方振 不过呀 他用那能把死人说活的 高级诡辩技能 把大家忽悠的 无话可说 老将军为了稳定军心 从大局着手 也只好先答应 让他统帅 魏武族方振 公子若能灭敌建功 统一号令又有何妨 中军司马 交出兵服应信 就在草包公子得意忘形的时候 忠树子魏秧呢 对整个战局提出了质疑 他分析厉害 提出秋守春战的战略思想 并说的有理有据 逻辑言解 届然秦国不灭 也必然退缩隆息 老将军听了以后 心里颇感安慰 自己这个徒弟没白交呀 不过公子昂却又开喷了 你可真是个草包啊 你说什么 独占圣旗 疯子 魏秧的分析 草包公子是一句没听 虽然老将军认同魏秧的观点 不过太有难言之隐 最终魏秧的建议并未得到采纳 可惜魏国不知道的是 秦国的情况 比魏秧分析的还要差 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欢迎留言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